3月4号,武汉封城的第48天 这里是无常的万大广场 边上就是武汉有名的商业街,楚河汉街 现在武汉最繁华的商业区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模样了 现在很多车辆直接就这样停在路上 这些车主很多都是外地过来研究武汉的 路上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模样,几乎没有行人 现在路上行驶的车辆几乎都是公武车 或者志愿者运输物质的车 还有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公交车 这是今天晚上武汉的夜景 你就大概介绍一下吧,您为什么要起诉 这样我就证告一下武汉市政府 起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把我们封闭在家 但是后勤也是跟不上的 我们在整个期间内,居委会根本就不帮买菜 总共的话那么长时间两个多月 大概就只帮买了两次菜 而且价格也是很少量的 其他的时候居委会直接推托不管 然后特别是我在疫情期间因为生病 想要去就医 想要居委会带委去买药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出门嘛 居委会根本就不理想 还强迫我这一个病人去当志愿者 并且还辱骂我 怎么辱骂你的 他直接就说 说我们是搞事啊 说我们是什么无力取闹啊 什么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要求居委会去买药 然后他们不住委 反而还说居民这种 就是不干活啊 什么的 他强迫你去住自愿者 这个能讲一下吗 怎么个强迫方法 要你都干什么了 他就说 要求我去当志愿者 然后说 说我们就是坐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干什么的 然后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受政府的这种 政府的这种消息 说要求我们待在家 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结果居委会的人说 我们待在家什么都不干 然后就强迫我们去做志愿者 要我们去做事 然后我说 我一病人 你也要我去做吗 然后他说 他就根本就不管你生不生病 他就要去 但是我是坚决没去 因为我当时生病在 而且我的手是被居委会的人 给扯伤的 我的手到现在 根本就不能提纵 而且在整个疫情过程中间 因为不是政府封闭了 然后就医也受到影响 我的手根本就不能去做理疗 导致了不可力转的这种伤害 现在的话 我的手完全不能提纵 刚寄出的信是呢 对 刚寄出来的信 如果有结果 我会第一时间 也是在推特上面去发布 我今天上午发出来的信 不过按照之前的一些认为 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 然后估计连不受理的通知书 也不会发给我 只会打个电话说不受理 估计是这样的 那既然你知道结果了 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既然是 中国是要推动一个 法治社会的建设 那么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们还是通过法律的途径 正规途径来做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看 法治建设是怎么来建设的 我觉得维权是一件很艰辛的事情 感觉维权是很困难 我上一次维权 就被武汉市政府这种 没有佩戴任何证件的 不明人士给爆打 然后导致我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它踢了我肚子 可能造成了我的那个 就是很严重 我的肚子是现在持续的在疼 上次的事情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我去武汉市政府门口就是维权 因为我的房子被武汉市政府的一个市政工程 地铁建设 然后给弄得不能居住了 然后我的手被居委会扯伤 导致没有工作 然后并且还引发了严重的抑郁症 我现在已经有严重的抑郁症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吃药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无法痊愈 也因此没有了工作 然后我就想去武汉市政府维权 结果就被政府的一些不明人士 就是既没有佩戴任何的证件 也不出具什么这种任何的这种说明 直接出来就暴打 然后还那个大使帮我打晕在地上 然后仍然不放过我 还威胁我 所以把我弄死是很随便的事情 您觉得武汉病毒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过程当中 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因为您也是在其中吧 对 这个新冠这里面肯定会有瞒报的事情 因为我们从那个时间线 已经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1月11号就有医护人员被感染 但是在武汉市政府的通告里面 根本就没有被感染 然后甚至还有几天在开人大会的时候 直接说就没有新的病情发展 导致了武汉市人民都放松了警惕 特别是在整个疫情过程中间 你封闭了城市 但是你的后勤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和跟进的 导致很多人因此而去世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去世的这种人数是多少 您说有导致 因为这个后勤的问题导致了很多人去世 您有例子吗 我有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前同事 然后他得了一个尿毒症 结果所有的医院都不接收治疗了 说尿毒症不接收治疗 结果他回家五天后就去世了 也多大岁数啊 36岁 男的女的 女生 然后他以前是一周住两次偷袭 关于食物上您能再说一下吗 因为封城的食物上都有什么难处 物价怎么样 物价很高 根本就买不到菜 当时政府直接把超市关了 要求居委会去超市代买 居委会的人直接说 我们人手不够 不代买 然后就导致我们整个疫情期间只能买一些高价菜 就是那个物价至少是平 就是是过年期间的四倍 是以前过年期间的四倍 而不是平时的这种价格 而政府的这种平价菜 包括这种赠送的爱心菜 我们几乎是没有收到过的 您说比过年高出了四倍 那我们并不知道你们过年比平时高出了多少 你能举一下平时是什么价格 疫情期间是什么价格 能举几个例子吗 普通的红薯 平常是一块钱 然后疫情期间是五块钱 面粉的话是六块钱一斤 平时可能是两块钱一斤 然后青菜基本上是十块钱一斤 平时大概两块钱一斤 你整个这个疫情过后 你有什么感触吗 感受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自由的 至少自由的能够说一些话吧 大家都知道疫情的这种原因 都是因为从训诫八军子开始 就是李文亮医生这些人 然后导致疫情的不可恢复 就是让大家都不敢说真话 我就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环境 让大家能够自由的表达出来 就是一些思想和观点吧 听说好像疫情又有苗头 说是有一些就是当初 因为感染疫情的好的 又有抚养的 您听说了吗 有听说过 有抚养的 我在金湖那个医院 当时那个传染病医院医治的 当时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 有一个人 然后就复养了 具体是哪个单位 我并不清楚 这是听说的 好 长春也希望长联系 也希望您关注我的推特 因为这几天 我怕被失踪了 然后如果被失踪 因为我因为这个疫情 引发了 就因为就是 就会把我的手扯伤以后 再加上疫情 我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 而且心脏也越来越不好 然后我需要长期去吃药 如果被失踪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药吃 然后可能会给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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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